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现在是岁末寒冬 许多民众为了保暖家景添购新衣郁寒 但低收入户以及一般弱势家庭因为经济困难收入不丰 无法为子女添购衣物 只能以旧衣宝贝勉强度过寒冬 为了物尽其用 新北市私立真光教养院 将院内用不到的物资全数转捐给需要的弱势家庭及社富团体 创办的宗旨就是提供身心障碍者教养医训 就是教育 特殊教育养护 医疗跟职业训练 透过三个里的里长能选给各里弱势家庭 侵寒家庭 这回转赠的物资种类包括了儿童使用的各式玩具 文具 衣帽 手套 背毯 袜子 围巾 成人纸尿布 背担 厚毛毯等为数可观的日常用品 主要转赠对象为该院周边的永平 永安 新和各里弱势家庭及寿服团体 有清寒 肉室 户室有十四户 他们有那个独鸡老人单亲的肉室 此次透过真光教养院的爱心捐赠 寒冬季节办理这个爱心活动 赠送清寒的里面一些爱心的物资 包括围巾 手套 毛背等 新北市真光教养院目前因为院务受阻 暂时没有收容障碍院生 如果有需要以上相关物资的弱势团体 也可以直接和院方联系